中方对中美对话沟通的态度 始终是认真严肃的 也是明确一贯的 我们欢迎对话沟通 但必须相互尊重 我们支持协调合作 但应当互利共赢 我们反对的 一是美方在对话前后 搞小动作 对中方挑衅抹黑 大搞麦克风外交 甚至威胁实施制裁 企图通过极限施压 取得所谓实力地位 居高临下 以止气势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二是 美方一边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 一边又想让中方 在美国关心的问题上帮忙 这是根本行不通的 美方不反省 改正自己的霸凌言行 反而指责中方 把中方距离反驳 换卫 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 正义之举 污蔑为强硬 无意进行严肃 或实际的会谈 这完全是 这完全是倒打一趴 骂了人 打了人 还要对方 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天下 哪有这样的道理 中方将 继续按照两国元首 通话精神 推进中美对话沟通 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同时 我们希望美方 言行一致 与中方 相向而行 不折不扣地 将两国元首 通话精神 以及拜登总统 做出的有关承诺 落到实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